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以前那些农民伯伯们他们种田耕作的时候 有时候太阳剧烈就是到了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太阳过于剧烈然后这些田就有了就活不了了 这些农作物然后有时候有时候就不剧烈 就是很冷的时候就那种下雪下大雪的时候 然后这也活不了 所以大家就对大家就根据天气的变化 做出了二十四节气 当然是西方的什么节日之类就是每到那个节日 农民伯伯们就会做相应的准备 来保证能保证三条雨水 因为以前没有现在这样的灌溉系统和工业化系统 就只能依靠天气就一冷就热 只能依靠天气来靠天导作 随着不断的观察分析总学 节气的划分就逐渐的科学了起来 从中国的春秋时期一直到距今两千多年来的秦汉时期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二十四节系列概念 在古代 就是古代的中国和外国是一样的 然后分成十二个月 就是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月 十二月 就是从一到十二月 因为中国古代的那个计法跟外国的计法 跟这现在普遍用的西元计法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的一月 跟现在世界上普遍用的一月 比较差了一两个月 早一两个月 就是我们这里 比如说这是我们 中国龙腻 就是我们古代世众的腻 是一月的时候 西元计法应该差不多已经到了二月 或者是三月了 这只要差一两个月 所以这个一月可能就指的是现在的二月或者三月 然后就一个一年分成十二个月 每个月 每个月有两个节气 所以总共二十四节气 每个月有两个节气 在前的称之为节气 在后的称之为中气 靠二十四节气 一月自然是春天 春天 万木 自私 就是这起开始生长的时候 就是生长的时候 万木自私的时候 百花开放的时候 有很多花是春天开的 像雨春花 就是他们春天开放 儿子节气 立春和雨水 就是一月的 立春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一月接近一春 一春的时候 会长许多许多的 开始说明万物不足 已经就是春天了 那时候是一月 就是现在的二月或者三月 当时的一月 就是中国的登月 就是那时候已经百花齐放 万物复苏 就很适合植物的发芽 雨水 第二个就是雨水 雨水顾名思义 就是会下很多雨 然后帮助这些农作物生长 如果受了雨水的滋润之后 就会长得更茂密 这是一月的时候的 整个一月份的 二月份就是 二月份就是 金哲 军生 金哲是什么意思呢 金哲就是天上打雷 雷电 电闪雷鸣 用黄色的话 可能比较细密 就是用金哲 就是金哲就是这个 就打雷 打雷就第一天打雷 应该是 就那几天应该就会出现打雷的情况 就根据二月水的游戏 然后打雷之后 很多冬年的动物 比如说 鸟呀 比如说蛇 蛇比较点植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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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是会睡觉的 就是冬天的时候 但是再打雷 一碰 然后它就惊醒了 就惊醒了 所以这就是金哲 春分就意味着 春天要结束了 就是续季嘛 那年续季 春夏秋冬 就是春天长小草 这是夏天很大太阳 这是秋天落月 这是冬天下雪 化冬天 就这时候 前四个节纪 就春分的时候 春天天就基本走到这儿了 快结束了 就是春分的时候 然后就是清明跟古语 就是三月时候 清明和古语 三月 这两个意味着什么呢 这两个清明和古语 就是 已经 这基本上已经要开始 就是这个阶段了 就这时候 隆寅伯伯就可以开始播种了 就是种麦子 稻子 种稻子 我们这里是种稻子 别的地方是种麦子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清明跟古语 然后 这时候 三月就结束了 然后 这不懂 总共有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 四 就是 前四分之一 春天就过去了 然后 就开始到了夏天 夏天就有 历夏 小满 盲冻和夏至 历夏 小满 盲冻和夏至 还有小鼠 大鼠 我就不一一写 这就是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的阶段 就更有两个 主要强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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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盲冻和夏 大水和 逆夏 逆夏在我们这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期日 就是 它标志着夏天的来年 然后 大水呢 就意味着 就是 这代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然后 这个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六月份的夏至 夏至就意味着夏天真正来到 大水 就意味着就是夏天已经快过去了 就是 一天一年最热的时候 这也是 昼夜挑剔的 这就发生 这就是 六月和 七月的时候的时期 然后 到了秋天呢 我们就去看看 到了秋天就好了 这就是 然后 夏天就过去了 这就是 已经到了这 然后 再上秋天的时候 秋天就是八九月份了 八 四五月 哦 这很厉害 然后 这七八九 对 从七八九开始就算 七八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六 十一 十二 这个是 六月的大树小树 五月的小树 然后 再去看 然后 这个 七八九 十十一 十二 这个是 秋天的 秋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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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遵应的这两个时候 而 这个时候 就 一个是代表冷 一个是代表 一个是代表 快要接近冷的时候 一个是代表 秋天到了 秋天到了之后 最主要是有 几个重要的季节 一个是 八月份的处属 而 白鹿 八月份的白鹿 和 双将 尤其是双将 很多龙作物 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 已经 死掉了 如果 你不碰收的话 其实 所以 这个创将非常关键 就 龙银伯伯 非常职业 然后 后面 三个月 就 在 种植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 在 过节季的时候 意味着 天气 变暖了 因为 这三个冬天的时候 已经没有 龙作物能生长了 所以 今天 就先返到这里 谢谢